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收盘下跌0.2% 资金面上 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125亿元 其中创业板净流出26亿元 中小板净流出32亿元 护身300净流出37亿元 盘面上看 今日热点匮乏 ST板块 农业板块涨幅居前 即昨日涨停潮后 ST板块延续火热 ST安泰 ST安媒 ST双环等于10股涨停 微爬农业板块走强 澳农生物 红灰果蔬 新赛股份涨停 登海众业 新农开发涨于5% 各股方面 ST长生连续27日跌停 预计无法在法定期限披露中报 乐视网二连板 假跃停承诺兜底 乐视债务 行业板块普跌 仅非银金融 农业目于小幅上涨 休闲服务板块领跌 行业指数跌于2% 计算机 通信 电子等10个行业指数跌幅均在1%以上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 今日仅非银金融 钢铁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 净流入金额分别为1.38亿元 0.36亿元 科技股成资金净流出主要对象 主力资金净流出的有11个行业 计算机 电子 通信行业净流出金额位居前3名 分别遭净流出 22.86亿元 17.45亿元 8.93亿元 此外 化工 公用事业等6个行业净流出金额也较多 均超5亿元 7股主力净流入超5000万元 数据包红巨箱监测显示 今日共有7指个股主力资金净流入超5000万元 中国平安主力资金净流入5.26亿元 净流入资金居首 乐视网位居第二 全天净流入资金1.32亿元 全天净流入资金较多的 还有泰永长征 轻松股份 合力泰等 市场表现方面 净流入资金居首的中国平安涨近3% 股价的大涨与其半年报业绩高增长不无关系就 昨日晚间 中国平安发布半年报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348.14亿元 同比增长15.32% 实现净利润580.95亿元 同比增长33.78% 此外 轻松股份 鸿辉过书 泰永长征等五股沿路的涨停 盘后轻松渐化披露半年报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64亿元 同比增长55.98% 实现净利润净利润1.46亿元 同比增长256.12% 公司表示 报告期内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上涨 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 从而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实现较高增长 公司还公布了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预计前三季度利润2.52亿元至2.73亿元 同比增长247.57%至276.53% 从主力资金净流出个股来看 前15名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均在一元以上 科大逊非主力资金净流出2.8亿元 净流出资金最多 其四是中国长城 美都能源 净流出资金分别为2.52亿元 2.25亿元 净流出金额较多等 还有京东方A 中国软件 神物节能等 康泰生物连续10日主力资金净流入 数据包拨具相监测显示 截至8月20日收盘 两市共有53只个股连续5日以上主力资金净流入 其中12股期间 主力资金净流入在一元以上 具体来看 上述12股中连续流入天数 最多的是华峰超仙 该股已连续25个交易日净流入 其次是美上生态和美胜文化 分别或主力资金连续流入19天 18天 东旭蓝天 康泰生物 广汇汽车或主力资金连续流入10天以上 从期间净流入金额来看 美胜文化期间累计净流入 6.37亿元居首 美上生态紧随其后 净流入5.64亿元 工商银行净流入3.7亿元位居第三 康泰生物 建设银行 长江电力等净流入金额也在2亿元以上 从股价表现看 主力资金连续流入期间 上张的个股共有9指 康泰生物涨幅居首 主力资金连续净流入的10天期间股价涨2成 其次是美上生态 资金连续流入期间股价涨于1成 安葱住阳 资金连续入净流入箱绒资金连续入 其子生态 资金连续入身孔和髏分岩